四镇将军、四位将军的合称 即镇东将军、镇西将军、镇南将军、镇北将军、樊将军皆执掌征伐、捍卫等制 建通点直观十一四镇将军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设置 镇东将军、东汉末年 曹操曾担任过 镇南将军、东汉末年刘表曾担任 镇西将军、东汉出平三年寒碎曾人知 镇北将军、刘静于徐允军曾担任 四镇将军、三国位置第二品 位置四镇将军 领兵与四镇将军同、资深者为大将军 蜀汉和东汉也都设立了四镇将军 其中就本文所要说的镇北将军 在位属无三国都有设立 那么问题来了 三国有十位镇北将军 除了魏延 你还知道哪一位 一、魏延张五元年 刘备称帝 建立蜀汉 魏延建封为镇北将军 建兴元年四月 刘备去使 五月 太子刘缠登基 魏延被封为都庭侯 作为镇北将军 魏延镇守汉中十多年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中 魏延镇守下的汉中可谓固若金汤 诚然 这里面有诸葛亮北伐中原为其分担压力 但是 从结果上来看 魏延作为镇北将军 无疑是非常合格的 以及高校完成了汉中都督和镇北将军的工作 并且还在诸葛亮北伐中原的过程中立下战功 不过 非常可惜的是 公元234年 诸葛亮并是武藏元后 魏延和杨仪争权 最终被马带斩杀 而这 无疑是蜀汉武将的一大损失 二 王平建兴十二年 汉中都督为炎被杀后 王平升任后典军 安汉将军 辅助车企将军无意驻守汉中 兼任汉中太守 建兴十五年 无意去世 王平进封安汉侯 代替无意督汉中 延熙六年 蒋婉并重 回军驻扎在福县 任王平为前监军 镇北将军 统领汉中 到了延熙十一年 镇北将军王平去世 三 黄泉张五元年 刘备称帝 准备征讨吴王孙权 黄泉劝见刘备 但是 刘备没有听从黄泉的建议 而任他为镇北将军 多令江北军队防御为国出兵 刘备自己在江南前线 到了公元二百二十二年 在怡陵之战中 刘备被东吴名将击败 不仅刘备损失惨重 黄泉也因此归土隔绝 无法回到一周 因为不能归降东吴 黄泉只能率军归降了曹魏 在归降曹魏后 黄泉被魏文帝曹丕所赏识 拜镇南将军 风予杨侯 家世忠 使同车陪城 后来领一周刺史 进驻河南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镇北将军黄泉归降了曹魏 但是 刘备没有怪罪他 反而后待了黄泉在蜀地的家人 正是元年 黄泉去世 是昊景 四 吕昭是十几州同属镇北 而镇北将军吕昭才十时进 本在饭后三国志曹爽转驻解吕昭 自子展 眼周东平人 魏明帝曹魏在位时 吕昭担任镇北将军 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吕昭的才能在还饭之后 所以还饭被朝廷册封为几州墓的时候 因为不愿意官职居于吕昭之后 所以称继不服任 五 吴智景怀皇后崩 景帝更娶镇北将军蒲扬吴智女 建处 赴纳后 吴子 晋书卷三十一这里面的吴智 和曹丕四有之一的吴智 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按照晋书的记载 镇北将军吴智的女儿 后来嫁给了司马师 不过还是被废除了 对于吴智来说 生族年 生平世纪等情况 都缺乏相关的史料的记载 六 陈本迁镇北将军 贾捷都督 河北珠兵马三国制陈脚传 对于陈本来说 是三国十七曹魏将领 大臣 司徒陈脚子 大司马陈千兄 在魏国 陈本官制镇北将军 习父决东相侯 有一子陈灿 七 刘靖后迁镇北将军 贾捷都督 河北珠兵马三国制 刘富传刘靖 自文公 佩国向县人 扬州刺史刘富之子 在曹魏的官吏和将领中 刘靖能给老百姓带来便利 又欺负刘富的一封 从而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在此基础上 刘靖历任曹魏皇门侍郎 卢将军的太守 和内郡的太守 尚书 河南隐 大司农 魏魏 在曹魏后期 刘靖担任正北将军 贾捷都督河北珠兵马 开拓鞭手 囤聚血药 兴修水利 从而成为一位 比较有作为的曹魏将领和大臣 把徐允 封记诸 集出允为镇北将军 三国之旗王纪 驻解正式十年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 当时 担任时中的徐允与尚书陈泰 一同去劝说曹爽投降认罪 对此 在笔者看来 在高平陵之变中 司马懿能够诛杀曹爽 执掌曹魏大权 徐允自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过 到了嘉平六年 李峰等人打算发动兵变 诛杀司马师 同年二月 夏侯玄 李峰等人的事情败露 被一灭三族 同年秋天 司马昭奉命出击将尾 曹芳在平恶关官兵 徐允与左右亲信谋划 呈司马昭请辞的时候将其杀死 率领这支部队讨伐司马昭 结果 因为事情提前败露 所以正被将军徐允被流放的勒浪 途中气势 对此 在笔者看来 徐允之前或许站到了司马懿这一边 但是 最终徐允还是想着维护曹魏宗室 当然 因为是在途中气势的 徐允的结局还是相对较好的了 九 何曾又与镇北将军何曾 司孔陈泰 上书蒲舍寻以后将军终遇并善相有宗朝事 据为《名臣三国之复古传》 筑解公元249年高平陵质变爆发后 何曾投靠到司马一麾下 颇受重用 正元年间何曾出任镇北将军 多多河北驻兵马 贾捷 他将要赴任时 大将军司马昭让儿子司马炎 司马忧送数十里 进武帝司马炎建立西京后 何曾历任太尉 司徒宫 太在监视中 进封朗陵县宫 到了贤宁四年 何曾这位西京大臣去世 十年八十岁 获赠太父 嗜好为原 时 全旭全旭是东吴名将全从的长子 年幼时就出名 因为朝廷的诏书 全旭很早就开始 为东吴效力 被授予兵马 不久升官为杨武将军 牛主都 公元252年 孙权去世后 孙亮即位 彼时 全旭又晋升为镇北将军 东兴之战 发生于公元252年11月 魏国出动15万大军 兵分三路 进攻东吴的南郡 武昌 东兴 其中 东吴郡以司马昭为都督 领兵七万 只逼东兴 东吴以太父诸葛 朱格克为统帅 帅军四万 迎击向东兴进攻的魏军 魏军战败 司马昭因此战的战败 而被消去侯爵 朱格克则在 无果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在这场战役中 正被将军全旭 与丁凤建议引并掀出 成功击破魏军 或封庭侯 大约在公元257年的时候 全旭这位东吴将领病逝 年龄大概在40多岁